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相对位置绝对位置的概念 这里是所有人薪水 每个人植物薪水在这里都要乘以 加一乘有点多 所以这一格乘以这一格等于它 来我们算一下 等于 打等号表示公式开始 我点远在B4这一格去乘以什么 它的加薪的幅度是1.1 B4乘以B2 按Enter答案是对的 那这个再按两下打开来看一下 来 预设以SEL是相对位置的复式公式 所以我们公式是B4乘以B2 是这一格乘以这一格 交叉一列 那当你确定 点在右下角这个绿色方块往下拉 它告诉你是不能算 那点在这里呢 加一层 那怎么变那么大 来看看为什么它不能算 你看了就懂了 我们刚刚是B4乘以B2 往下拉 它自动会调整位置变成B5乘以B3 就变成7万乘以多少 7万乘以原来薪水 它不是乘以这一格 因为呢它自动往下移哦 我们刚刚的公式是B2乘以B4 4往下移会变成5 2往下移会变成3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7万往下移一个乘到这一格来 所以它不能算 那在下一格呢 哇就不得了了 这个人薪水多少 再往下一个B6乘以B4 所以这一格它加薪不是加一层 它加8万倍 要领完四十几亿格 可以走人了真的 错在哪里 不对啦 老师 我们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薪水都要乘以这一格 这一格要被固定 这一格的坐标多少呢 这一格的坐标是在B2 所以呢怎么办 每个人薪水看一下哦 8万这一格是B4 B5 B6 B7 B8 B9 位置一直换 就要用相对位置 可是这一格要被固定 要使用绝对位置 所以进到这里面来怎么办呢 好B2这个红色 你要按F4 把它固定下来 待会固定下来结果呢 B4往下 它会变B5 B6 B7 可是永远乘哪一格 永远乘以这一格叫B2 把它固定下来叫绝对位置 哦 所以呢 按完Enter又点了它 double click 这样大家的答案才会对 那我们把它改成好算一点 改成6万 这边改成5万 你看就懂了 个时百千万 这里 所以不可以直接复制下来 要想清楚哦 因为大家都只能乘以这一格 这一格要被固定 就要使用什么 绝对位置 好来 试一下哦